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咱们来说一本韩国的文学作品 书名叫《明亮的夜晚》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近年来,韩国文学在中文图书市场上的表现 是越来越亮眼了 几年前韩国作家和著名导演李苍东的小说《烧纸》 还有那本现象级的畅销书《八二》 年生的金志英都当选过豆瓣的年度最受关注图书 而咱们今天要聊的这本《明亮的夜晚》 在2023年豆瓣的外国文学榜上名列榜首 年度图书总榜上排名第二 有将近一万三千名读者 给他打出了均分9.0的高分 韩国当代文学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 这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新现象 我说它新 是因为仅仅在不到十年前 中文互联网上的读者还在困惑 韩国有文学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耿直 也确实值得一问 韩国的流行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的年轻一代 甚至是已经步入中年的一代 不少人都熟悉韩国的偶像明星 流行音乐 综艺和影视剧 可是提起文学 能叫得上来名字的韩国作家 却好像并不多 要是说文学更高雅 没法跟流行文化相比 那咱们再拿同样是东亚近邻的日本来做个对比 日本作家在中国的知名度可就高得多了 三岛游记夫 大江建三郎 川端康城 村上春树这些名字 即便是不太关心文学的朋友 听着也不陌生 喜爱他们的读者 更是对作家的作品和事迹如数加珍 甚至对他们的中文译者的文风 也形成了固定的喜好 这可以说是一种特别的文学现象了 韩国当真没有文学吗 当然并不是这样 韩国也有享誉世界的当代作家 比如近年来 有诺奖呼声的韩江 金爱烂 诗人高音 还有被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的孔之勇 这些名字在中国读者的印象里不够响亮 主要和韩国文学异界的滞后有关 咱们今天不细究其中的英国 单说这本在去年引起了相当反响的明亮的夜晚 这本书讲述的是从1930年代至今的近百年间 一个韩国的平凡人家经历的故事 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有相当的现实成分 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个家族中四个世代的女性 而作者设计的讲述方式 是以这四代女性主角中最年轻的一代 32岁的天文学家智言 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人 聚焦女性的处境 这是这本书 也是近年来的许多韩国文学作品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当代的韩国文坛有一个突出的现象 将近九成的活跃的作家都是女性 而明亮的夜晚的作者 崔恩荣是他们当中的一颗新星 在他的笔下 我们可以借由女性敏锐的洞察力 窥见动荡时代中弱小的个体经历的苦难 以及苦难中的人们相濡以末时流露出的温情 书中的故事对我的触动是超越了国别和性别的 希望它也可以给你带来感动 接下来 我会为你介绍《明亮的夜晚》这本小说的主要情节 我的解读会基本遵照原书的叙事逻辑 在需要停下来的地方 我会补充一点相关的历史知识 或者和你一起分析书中角色的性格和心理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 我会说 它讲的是善良却弱小的个体 在结构性的苦难中生存下来的故事 就像书名所指示的那样 书中的人物深陷困境 却通过友情和亲情彼此连接 人间的情谊如同一斗灯火 陪伴他们熬过了漫漫长夜 好 现在咱们开始 故事起始的时间是2017年1月 书中以第一人称出场的主人公志颜 正开车载着全部家当 冒着暴雪前往一座名叫西岭的城市 西岭是小说的作者崔恩荣虚构的一处地点 按照书里的设定 它的西边有一道山脉 东边领海 人口不到十万 是一座安静的 有点与世隔绝的氛围的小城 在主人公志颜看来 冬天的西岭满目萧索 让他有点害怕 在前往西岭前 他熟悉的是首尔那种大城市的生活 志颜在首尔取得了天文学博士学位 从事研究工作 他原本成了家 自己的父母和夫家都住在首尔 可是就在一年前 他的丈夫婚内出轨 志颜选择了离婚 独自来到西岭 对他来说 这里是他逃离过往生活的一处避世的角落 在志颜的印象里 西岭不是眼前这副肃杀的样子 而是散发着夏日的味道 他记得寺庙里的香火器 西谷中苔藓和水的气息 树林的气息 港口的海水气息 雨天的空气里 灰尘的气息 志颜来过西岭 在他十岁的那一年 他被母亲送来这里的祖母家中 住了十天 这里我得做个说明 书中的祖母实际上指的是 志颜母亲的母亲 也就是外祖母 但作者崔恩荣 有意地掠去了表示 母系亲属的外这个前缀 书中血脉相连的四代女性主角 从志颜的角度 就分别叫做母亲祖母和曾祖母 既然作者有她的坚持 我也就在本期音频里 沿用这套称谓 你听起来大概也会简单一点 十岁那年 志颜在祖母家度过的十天 是很快乐的 他记得祖母对他很好 带他去逛山里的寺庙和附近的海滩 给他买好吃的东西 还在家里放音乐 邀请朋友们来跳舞 可是从那以后 22年过去了 志颜再也没有见过祖母 也没有来过西岭 这是因为他的母亲和祖母之间 有很深的矛盾 最后干脆就不相往来 而志颜和自己母亲的关系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志颜离婚后 他父母亲的反应十分不尽情理 明明是女婿犯下了大错 他们却指责志颜没有能力留住丈夫 遇事又不能隐忍 这才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丈夫都出轨了 还有什么好隐忍的呢 可是对志颜的父母来说 女儿离婚是件丑事 会让他们在家族里蒙羞 考虑到韩国社会 一直以来都很成问题的性别偏见 志颜父母的这种反应 其实并不罕见 志颜当然对父母非常失望 他尤其想要逃离母亲的说教 这才来到西岭 既然志颜的母亲不愿见到祖母 西岭就是志颜逃避母亲的理想去处 说到这里 你已经了解了小说的基本设定 虽说是讲述四代人百年间的经历 但小说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 而是首先把镜头锁定在和现代读者同一世代的志颜身上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志颜将在西岭经历一场奇妙的际遇 发掘自己家族的往事 并且疗愈自己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 志颜母亲和祖母 这三代人的母女关系都处得很僵 可是他们并非对彼此毫不在意 正相反 这种僵硬的关系背后有他们彼此间的怜惜 歉意 爱和不甘心 这些复杂的情绪纠结在一起 凝成了一股穿越时空的绳索 将女性主角们的命运遥遥相连 理解了这条绳索中包含的理性和情感的成分 我们也就读懂了这本小说的内核 在接下来的解读里 我会一点一点地为你剖析 现在咱们回到故事里 刚到西岭时 志颜的状态很糟 婚姻的破裂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 她曾经深爱着前夫 因而在遭到背叛时格外受伤 心理的伤害演变成了身体性的倦怠 她没日没夜地躺在旅馆的房间里 渐渐感觉肢体被冻僵 又很口渴 却没有力气起身关好窗户 喝一口水 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 直到冬天即将结束时才有所缓解 那时她想 如果心是一个可以从人体中取出的器官 我想把手伸进胸膛 把它取出来 我要用温水将它洗干净 用毛巾擦干水汽 亮到阳光充足 通风良好的地方 这期间 我将作为无心之人生活 直到我的心被晾干了 软软地 重新散发出好闻的香气 再把它重新装回胸膛 冬天过去了 志颜的生活终于恢复了一点生气 她搬进了公寓楼 在西岭天文台找到的新工作 也逐渐步入正轨 三月底的一天晚上 志颜在住处附近遇到一位老奶奶 他们平时偶尔会在公寓楼的电梯里相遇 应该是上下楼的邻居 老奶奶看着很温和 见到志颜总是友善地微笑 只是从没对她说过话 这天晚上遇见时 她却开口对志颜说道 今天的苹果很便宜呢 说着就递过来一个苹果 志颜出于礼貌接过来 心里却有点窘迫 陌生人的善意令她不知所措 正在局促时 老人继续说道 姑娘 你和我孙女长得很像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是在她十岁那年 后来就再没见过面了 她是我女儿的女儿 老人说完 静静地看着志颜 接着又说 我孙女的名字叫志颜 我女儿的名字叫美仙 听到老人说出 自己和母亲的名字 志颜惊愕地说不出话 老人直视着志颜的眼睛 又说了一句 住在首尔的孩子 是不会来这里的 志颜呆立了半场 终于说道 可是我来了 来这里了 老人的脸上 现出一个调皮的微笑 志颜突然明白 老人大概早就认出了 自己是谁 只是在等着 这样一个说话的机会 志颜对老人叫了一声 祖母 祖母点点头 对她说了句 好久不见 就这样 志颜独自逃来西岭 却意外地和22年 不曾见面的祖母相认 我觉得崔岩蓉 写他们祖孙两人 重逢的这一幕 笔触是很细腻的 你可以从寥寥术语间 感受到祖母的为人 这是一个表面上温和 却有着强烈的 自尊心的老人 他对志颜讲的这几句话 看似随意 其实大概从他第一次 在电梯里遇见志颜时 就开始在心里盘算了 和陌生的亲人相认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要是认错了人 或者被对方回绝 又会有多大的失落 这些内心的波澜 都无声地隐没在 平静的外表下 这是志颜的祖母 非常典型的处世之道 刚和祖母相认时 志颜的感受 主要是尴尬 虽然他们两人之间 并没有直接的矛盾 但在对方的生命里 他们都缺席太久了 志颜想象着自己 在祖母眼里的样子 与其说是可以疼爱 喜爱 偏爱的孙女 不如说是关系不好的 女儿以成年的孩子 这句清冷的话 道出了他们 此时关系的实质 要建立亲人间的情感连接 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眼下祖母倒没有 对志颜有任何要求 她也有自己的生活 她孤身一人 住在西岭 带有自己的老年朋友 农忙时 还会到附近的村子里帮工 活动筋骨 也挣点小钱 她并没有急于闯入志颜的生活 在分别时 也只是小心地说道 有空的时候 过来玩吧 忙的话就不要来了 一定不要 相比之下 道是志颜更渴望 在这座陌生的小城里 找到一点归属感 于是 在不久后的一天 志颜买了鲜花 红酒和蛋糕 像个礼貌的访客那样 来到住在同一个单元 十层楼上的祖母家里 在这里 家族历史的卷轴 将在她眼前栩栩展开 那天吃饭的时候 他们说起了家里其余的亲人 祖母盯着志颜的脸 突然说道 我知道你长得像谁 她起身走进里屋 拿了一本相册出来 一张照片上 有两位身穿就是韩服的女人 左边这位不仅是五官 就连坐姿和表情 都和志颜很像 祖母告诉志颜 这是自己的妈妈 名叫真善 但人们都叫她三川 三川是志颜曾祖母的故乡 对志颜的曾祖母来说 故乡并不是个让她感到亲切的地方 从济世时起 她穿的衣服上就悬着一条黑色的瓢带 这是白丁的标志 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点背景信息 王朝时代的朝鲜曾有一种身份制度 划定了社会各阶层的界限 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所谓的两班 包括贵族和学者官吏 下面依次是中人 常民 白丁和贱民 白丁这个身份实际上已经接近社会的底层了 传统上 他们只能从事屠宰之类被认为是卑贱的职业 虽然这种制度在1894年被正式废止 但白丁和良民的身份之别 却顽固地存在于当时朝鲜人的集体意识里 志严的曾祖母一家属于白丁阶层 更糟糕的是 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 家里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在这种处境下 志严的曾祖母从小就饱受欺凌 可是曾祖母不是个会轻易低头的人 她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总是挺直腰杆 抬头望着天空 良民们从没见过白丁 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公共场合里 其中一些顽劣之徒就对曾祖母拳脚相向 可是她依然顾我 时间来到1930年代后期 曾祖母已经是17岁的年纪 有一天她卖完玉米 独自沿着三川附近的铁道默默地走着 在这里 她遇到了一个同样沿着铁道默默走着的男青年 曾祖母开口问她 这条铁路有多长呀 话一出口 她才猛然意识到 自己作为白丁 如此莽撞地向良民问话 就算是遭到毒打 也不会有人同情 可是青年似乎没意识到他们的身份之别 她认真地想了想 对曾祖母说 你明天再来 我有个朋友是铁道专家 我替你问问她 这个男青年就是直言的曾祖父 书中对曾祖父的故事琢磨不算多 但她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 曾祖父身在嘉靖英时的良民之家 照理说 她是不大可能和出身白丁的曾祖母结合的 但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她是一个天主教徒 在教会里 她学到的观念是人生而平等 所以她并不介意曾祖母的白丁身份 那天在铁道旁 她看到的首先是一个聪明伶俐 充满生气的少女 如果是在太平的时代 这两个年轻人可能还会有更多浪漫的故事可讲 但我们也知道 1930年代 朝鲜半岛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之下 没过多久 日本士兵就开始在三川一带搜寻朝鲜少女了 被带走的女孩大多无依无靠 她们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 就是被送到军营里充当所谓的慰安妇 治严的曾祖母那时正处在最危险的境地 她是没有父亲的白丁女孩 即便被日本兵当街带走 也不会有人过问 眼看着情势危机 治严的曾祖父当机立断地向她求婚 待她离开了三川 曾祖父的做法无疑是一件善举 而且是相当英勇的善举 但人性真的很复杂 因为这件善举 从一开始 他们两人的关系就不单是夫妻 更是救赎者与被救者 曾祖父对曾祖母的沉重的恩情 在日后逐渐扭曲了他们的婚姻 造成了二人关系里严重的不对等 曾祖父年轻时 关于人人平等的信念也无法落实到生活里 在她的内心深处 她始终都认为 自己为了拯救一个出身卑贱 又身处险境的少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因此 她理应得到妻子的崇敬和无条件的服从 可是曾祖母还是像从前那样 无论面对什么人都挺直了腰杆 也时常把目光投向自己关心的事情 有自己的主意 无法在精神上让妻子臣服于自己 曾祖父感到很挫败 她也越发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 当她的生活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她都将其归咎于曾祖母 抱怨着说 要是娶了良民的女儿 她就不会像后来那样颠沛流离 曾祖母当然没有忘记曾祖父的恩情 所以每当她喝醉了酒 在家里对妻儿大发牢骚 曾祖母都只会一遍一遍地对女儿说 不管怎么说 你爸爸还是救了我 就这样熬过了许多难过的时刻 这些祖辈的故事 都是志妍从祖母口中听来的 春去下来 她已经成了祖母家里的常客 因为祖母的陪伴 再加上一位好朋友 常常打电话来和她谈心 当然也因为时间的流逝 志妍渐渐从离婚的伤痛里恢复过来 在这期间 她和母亲也断断续续有过几次接触 令她惊奇的是 身为长孙媳妇的母亲 从来都把夫家的事摆在首位 为此操劳了大半生 似乎从来都不在意自己的感受和心愿 可是此时 她却突然决定要和从前的一位好朋友 去墨西哥旅行 一走就是一个月 全然不顾丈夫的反对 在志妍的印象里 这不太像是母亲会做出来的事情 她也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了解母亲 她本以为母亲是个冷淡的人 直到此时 她才得知 母亲年轻时 曾经为了救治好友的母亲亲囊相助 几十年过去了 也不求回报 看来母亲也有自己十分在意的人 志妍意识到 自己在心底里 其实很渴望和母亲相互理解 她多年来对母亲积攒的怨气 其中也有一多半是出于对母亲的同情 她看到母亲在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时 总是隐忍 再给自己编个理由糊弄过去 心中就为母亲感到不平 可是话说出口 往往又变成了对母亲的指责 母亲见到志妍也还是那套说教 劝她赶紧再找个丈夫 只要日子过得去 凡事别太计较 这些说法现实到了庸俗的程度 在志妍的处境下听来尤其刺耳 母女间的关系就这样越处越紧张 母亲的这种得过且过的人生观 到底从何而来呢 在和祖母聊起往事时 志妍渐渐发现 这种对生活缴械投降的观念 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家族的每一代人身上 曾祖母的母亲度过了典型的白丁的一生 她无依无靠 饱受其武 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 她曾告诉曾祖母 凡事不要心存期待 要平静地接受苦难 让苦难像水一样流过他们的人生 只有这样 像他们这样弱小的人才能生存下去 曾祖母原本不愿相信母亲讲的这番道理 她就是因为不相信命运 才敢跟着素媚平生的曾祖父逃离故乡的 可是在此后的人生中 接连降临的苦难一刻不停地消磨着她的勇气 在战乱的年代里 曾祖父母带着年幼的祖母四处逃亡 度过了许多个流离失所的年头 曾祖母承受着贫穷 饥饿寒冷和病痛 在家中 那个当初为她挺身而出的丈夫 渐渐变成了对她遗旨气使的蛮横之人 在外界 人们但凡得知她的白丁身份 就立刻收起全部的温情和礼貌 像躲避污秽一样躲避着她 在曾祖母的经验里 她几乎没有感受过自然而真诚的善意 她也因此对世界充满了提防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对身边的人抱有期待 祖母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在她二十岁的那一年 曾祖父给她安排了婚事 结婚的对象是曾祖父的一位年轻的久友 祖母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她从出生起就跟着父母亲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身边曾经要好的朋友也在乱世中失散 她对爱情本来就没什么期待 只是希望过上安定的生活 但这段婚姻还是让她失望了 在她为这个陌生的丈夫 生下女儿后不久 突然有人找上门来告诉她 她现在的这个丈夫 多年前就已经结了婚 并且有一个儿子 如今战争结束了 她也要回去和从前的妻儿团聚了 就这样 丈夫没有道歉 甚至也没做什么解释 就抛下她们母女俩一走了之 最让祖母寒心的是 丈夫曾经有过一个家庭的事 曾祖父自始至终是知晓的 但她却和久友合谋 欺骗了自己的女儿 经历了这一切 年轻的祖母对前方漫长的人生之路 不再抱有期许 她原本就是个极度自尊的人 此后越发变得坚定而寡言 这种性格造成了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 长年的隔阂 智妍的母亲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下长大 最终和祖母彻底的疏远 了解了这些往事 智妍渐渐读懂了母亲身上 近乎冷漠的隐忍 在过去的百年间 她家族里的女性长辈们 似乎经历着轮回的命运 她们都是行走在黑夜里的人 因为曾经穿过荆棘 遍体鳞伤 所以不敢大踏步地前行 甚至不敢发出声响 害怕惊动了潜伏在黑暗里的厄运 那他们是怎么走下去的呢 智妍发现 尽管路途险恶 这些夜行的旅人却并不孤单 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最重要的力量 或许是来自共命运的同伴的友谊 智妍家族的往事 并不只是一部苦难的历史 其中也有闪光的温情的片段 在战乱年代 智妍的曾祖父母和另一对夫妇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对夫妇来自一个名叫新宇的村子 童年的祖母就把他们叫做 新宇大叔和新宇大婶 在祖母的记忆里 新宇大叔是个像太阳一般温暖的人 每当祖母因为白嫡女儿的身份 受到同龄孩子的欺负 新宇大叔都会温和地告诉她 她出生时是个多么可爱又珍贵的孩子 生下她的母亲又是多么勇敢 和曾祖父不同 新宇大叔真诚地相信人的灵魂 没有贵贱之分 她鼓励年幼的祖母多读书 多运动 好好吃饭 开心的时候就大声地笑出来 有新宇大叔在的地方 人们都会变得快乐起来 新宇大婶和曾祖母用彼此家乡的名字 把对方叫做新宇和三川 他们两人也是最亲密的朋友 曾祖母几乎从来都不相信 来自他人的善意 唯独对新宇是个例外 在逃难的路上 他们一起劳动 互相帮忙照顾对方的家人 每当其中一人陷入困境 另一人总是守在身边 不离不弃 新宇夫妇有个女儿 名叫喜子 她也是祖母童年时 最要好的伙伴 祖母直到七十多岁的年纪 还是忘不了和喜子 一起读书的日子 那是她在那段苦难的岁月里 最为珍贵的记忆 从对往事的追忆中 回过神来 志言似乎明白了 那位让母亲突然决定 抛下一切前往一国旅行的朋友 对母亲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如新宇之于三川 喜子之于祖母 自己的那位常常打来电话的朋友 之于自己一样 母亲的朋友 也是她在艰辛的生活里 随时可以伸出手去握住的 另一双温暖的手 在困境面前 她们或许同样是脆弱的 但她们真正懂得彼此的感受 她们的搀扶也因此真正可以依靠 就这样 从自己家族长辈们的故事里 志言一点一点地 找回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她对母亲的怨念 因为理解而消融 她也和阔别多年的祖母 重新建立起温暖的亲情 在小说中 多次出现了一个动人的情景 作为天文学家的志言教祖母 用自己的望远镜观看月亮 祖母惊讶地盯着镜桶里的夜空 无边的黑暗里 月亮散发出柔和的明亮的光 祖母告诉志言 在她十岁那年来到西岭前 自己的母亲才过世不久 那时的她终日在心里暗暗地哭泣 想着世上的一切都会结束 直到看到了年幼的孙女 她才知道自己错了 一切都会结束 但一切也会心生 志言仿佛听到祖母在告诉自己 我知道现在的你也在暗自哭泣 但不要只想着已经结束的东西 好 这本明亮的夜晚 我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明亮的夜晚 是韩国文坛新秀崔岩蓉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 在2023年的中文图书市场上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 韩国家族近百年的历程 其中着重描写了家族中四代女性角色的故事 她们在各自的生活里经历着坎坷 但她们的命运穿越时空 彼此相连 藉由这本书 我们也简单谈到了韩国文学的发展现状 女性作家在当代的韩国文坛上非常活跃 她们擅长用精细的笔调描写个体间微妙的关系 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展现动人的亲情和友情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